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近日行动反仇恨联盟举办年度颁奖典礼,表彰九民对反对仇恨犯罪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行动反仇恨联盟执行总监何美媒在当天表示,联盟在成立的首年就取得了卓越成就,成功组织了一系列活动,齐聚全世界思想领袖和专家共同探讨如何制止全美仇恨犯罪的持续上升。 而本次的颁奖典礼将向九名在消除仇恨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颁发行动反仇恨联盟领袖奖。 颁奖仪式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进行,今年的获奖者涵盖了政治、教育、警察学院和学生等多个领域。 加州财务长马世云和州参议员Josh Newman都在其中之一,他们致力于立法反对仇恨犯罪,为保护弱势群体做出努力。 美国伊斯兰民主论坛的创始人和主席Dr. Zudi Jasser也获得了奖项,表彰其在多元文化交流和反对极端主义方面的贡献。 华人以及亚裔实际上虽然说是很有能力,可是在很多地方其实是比较弱势的,但是我们这个弱势群体不一定得到我们政府的关注,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人出来领导大家,然后为我们的社区争取福利。 所以这是我们成立这个行动反仇恨联盟的宗旨。 今年的获奖名单还包括四名学生,他们在学术、政治学科等领域表现出色,积极参与公众活动,为抗击仇恨犯罪出了一份力。 他们的行动再次证明,年轻人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们的声音和力量对于抵抗仇恨和建设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我认为我们所说的节点是我们最后人民的中国人,还是如何在一起的努力,我们所在一起的国家明和中国人,产生通过了一个国家、分别是中国人,哪里的原因,或者是在加州或加州。 County上公司,我们最后的力量真的能移动过我们在最正义的事情,我们在最正义的事件举面和最正义的事件。 我们移动在最正义的方面,在最正义的时向这些社会,这是最正义的事情。 我们在最正义的时序图时,公职 和最正义的国家人的事情是一切与我的花心。 Diverse is our strength, not just diversity of race and ethnicity, but diversity of ideas. That's something that makes us stronger, and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our differences, but still come together and work with each other is something that's very very instrumental to our growth. I believe our action today will shape the world of tomorrow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行动反仇恨联盟执行总监何美媒 和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夏勒伯也在当天表示 这次活动意在表彰那些致力于消除仇恨 为世界带来深远影响的人士 他们的努力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 凤凰卫视田野洛杉矶报道